那这个呢就是2016年 2016年的1月6号 永暑岛新建机场 试飞 当时呢国航南航 都分别派了一架客机 到这来试飞 很成功 我们可以看看它的面积 停机坪的面积很宽敞 很开阔 那咱看这个 这是第二个岛叫美济岛 美济岛呢 是2016年7月13号 美济岛新建机场的试飞 这是我们蓝方航空公司的一个航班 也飞得非常好 周边的建设 这个后方的 这边是个港口 这边是进港的两个灯塔 从两个灯塔中间进来 就可以进到我们港池子里面来 这是美济岛新建机场试飞的情况 这张照片呢 也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呢 这是整个南沙 露出水面的52个岛礁 它的名字 以及它的分布 那这52个岛礁 我们可以看到啊 红色的五角星 全部是我们所控制的 那么蓝色的这么多 看见没有 什么万安滩 西卫滩 广亚滩 仁俊滩 李准滩 金断岸 你知道 这蓝色的吧 是被越南所非法侵占的岛礁 所以说 为什么越南占的多 一个人多少 29个 这全部都露出水面的 或者说 越南人在这修了交保的 他实际控制的 29个 那还有啊 还有这些绿颜色的 绿颜色是谁占的呢 菲律宾 咱们最悲悲的就是中叶岛 就是太让人生气了 中叶岛本身在南沙首预第二大岛 除了太平岛 就是中叶岛 在上世纪70年代 应该是79年半 具体来源我记不太清楚了 台湾的国民党守军 为了躲避台风 撤到了太平岛 结果台风过去了以后 台军迟迟的不回去 这就让菲律宾 借机一下子插进来 把我们中叶岛站走了 当时台湾的蒋介石集团 还装模作样的 说了几声抗议 结果在美国的安抚 在美国做工作 就这样算了 就这样的 中叶岛就不丢了 另外还有其他的 还有一个声色的 是被马来西亚占领的 一个人拿几个来 我看 这下面就是马来西亚 它占的有 波基礁 浪口礁 蓝海礁 光芯仔礁 和弹丸礁 这五个 我看比较集中 这都是马来西亚占的 岳飞马 在南沙 占着我们岛礁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且人家在这些礁上 现在也在大心土木 所以说如果我们不下极大的决心 这个地方要收回 难度是比较大的 我觉得 因为人家下了很大的功夫 这些礁上都做了不少建设 有的给上面移民 在上面开办学校 在上面种菜 在上面养猪 而且还经常的 特意的 把国外的一些游客 送到这来进行旅游 让他们在岛上拍过那个照片 在前世下的互联网上发布 这样的话 他们想久而久之 这就变成他们的了 当然 两国有海洋法公约 这个地方是没有争议的 让你管理控制了五十年 那是你的 如果有争议呢 当然就不是了 所以这些国家也是 想通过这种方式 把我们的兰沙岛叫那么站走啊 应该说从国际法上 它是组不通的 这条路是组不通的